政府要求现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 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否则按公务员管理命令解雇 便问到具体引用哪一条命令 当局说可能循不当行为或者公共利益方向处理 如果公务员本身是有不当的行为 是可以对这个公务员同事 是采取纪律的懲处 严重的当然是革职 或者是勒令退休 也都是有机制 如果我们对公务员同事 认为基于公共利益 不适宜在公务员队伍里面服务 也都是根据这个机制 是可以着令他们退休 他说今个月底或下个月初 向现职公务员发通告讲述有关的安排 他们会有一个月时间签署声明 至于常务及部门首长 就会安排宣誓仪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